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大数据资料分析应用 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非常喜欢应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我希望您上完课 是能够应用到自己的资料 然后来去观看数据隐藏的真实的意义 我在这边我会以实务交奖的方式 一步一步带着您一起来去观看这些资料 还有享受大数据的技术 我的所有的课程范例讲义呢 都放在这个位置 https冒号写线写线 go.go写线 YPZRXT 可是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R是要大写 P也要大写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游戒 大数据分析 如何操作 如何应用 去让各位了解之后呢 能够应用在自己的资料中 我还有提供我的LINE 还有WeChat 都可以让你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 可以跟我有更进一步的咨询或者是教学相长的机会 接下来我要介绍 刚刚其实我们只有做了一个分析 叫做各年利润分析 那应该叫统计好了 各年利润统计 发现它是什么 趋势是昨年上升 那什么叫做自动分析啊 自动分析这个名称 真的很重要哦 好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自动分析 好 首先 首先 2015到2016是成长嘛 这边是增加 2014到2015 这边也是增加 好 那 通常我们会希望 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呢 我们不是只报告说 2016年利润增加 好 就结束了 通常我们会继续来去告诉主管说 在哪些地区 它的增加幅度是较高的 什么产品的增加是较高的 好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让我们知道说 好 是哪里的好 而不是说 就直接讲说 2016年利润 有增加 增加多少百分比都不知道 好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2016年的自动分析 它是增加 它跟前一年来比 它是增加的 好 滑鼠右键 点选 分析 滑鼠右键点选 2016年的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有看到吗 说明增加的情形 这个说明增加的情形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它就说2015到2016年 利润增加9.97% 对不起 应该是percent 那我们来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将近10% 然后的内容 其中呢 其中来去看哦 来去看 在这个地方 它第一个跑出来的 是子类别 子类别 其中以什么 输价增加最多 输价增加最多 那以2016年 有的子类别有增加 有的子类别是减少 像例如说桌子 桌子 哇 桌子减少好多 利润减少 你觉得老板会不会很心痛 当然会 那其中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种图叫做 瀑布图 怎么看呢 对不起 它这里面主要就是 绿色是增加 红色是减少 绿色是增加 红色是减少 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其他 好 所有的子类别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总共有17个子类别 17个子类别呢 它把其中绝对值 不管是增加也好 减少也好 像其实这边的绝对值 这个是最大的哦 这个是47个千 然后 再来第二大 居然是这个 这个 书架 书架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取绝对值 前五大的 放在这个地方 加其他的 像例如说总共17个子类别 那剩下是不是12个 剩下12个 它就全部把它编在其他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哦 其他是增加还是减少 当然是增加啦 而且 而且大部分公司啊 大部分公司应该都要落在 其他是增加这边 才会比较合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我耳后会教各位瀑布图 因为这里是自动分析 你了不起 你要用它 你就只能print screen 抓图 然后贴到 也许是贴到简报里面 好 来去呈现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 在这个地方 瀑布图是这样的去呈现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前 绝对图号 前五个名次里面 其中有三个增加 两个减少 好 那 其实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最好是 每一个子类别 都是增加 才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 接下来 在子类别看完 那这边 有一个叫做 那个 类别 类别 这个类别 请注意哦 它就只有三个类别 所以 根本就画不到五个 所以当然就没有其他咯 那在这边 一看就知道说 办公用品增加很多很多 办公用品 2016年 办公用品增加很多 好 所以 在报告的时候呢 你不是纯粹 只有报告 2016年 我们的利润 好 我们是有成长 成长 然后就结束了 而是应该要继续 去把这个故事 讲得完整 例如说 主要在 那个 增加 因为是 因为这是增加嘛 所以我们就讲说 在办公用品里面 增加的比例 是最多的 然后其中呢 纸类别 有类别 就会有纸类别 纸类别是 以书架 收纳具 器具 的增加最多 那在这边 很值得 大家去关注的重点哦 就是 桌子跟饮食机 大幅衰退 那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 讨论 考虑 将这两项 纸类别 产品呢 做 做改良 改造 或做 赠品 当然 当然在这边 都是一个 政策的拟定 这是因为 当我们今天 看到这些资料 我们才可以 这样来去推论 好了 对了 如果说 如果说 你 把属右键点他 第一次 点选 这个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可能你在解释的是 这个问号哦 好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先在空白地方 点一下 然后你再做一次 就是看到跟我一模一样的内容了 那请问 是不是2016年可以做自动分析 2015年可不可以做自动分析 当然可以 黄鼠右键 点选 2015年 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哇 刚刚2016年增加比例是 9.96% 这边呢 2014年到2015年 利润增加 是 31.59% 等于是说 这个增加的比例是很高的 还有他主要是以地区 地区的增加 地区的增加 好 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增加最多 哇 你看 他就可以直接去把重要的关键影响 直接告诉我们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下次课程 我们就要教你如何画这个瀑布图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不要有太多项目 太多 不要有太多项目 好 所以他可能会去设定 也许 也许他会设定只要有三项 你要知道 老板日理万机 你应该是要呈现 把图 把图设得 越简单 让他一目了然为主 而不是要去 把自己的 这些 里面有很多很特殊的图 然后卖弄技巧给老板看 结果老板还看不懂 甚至误解 误解了 这样反而会 造成一个不好的情形 毕竟视觉化 视觉化 真的 他应该是要帮助我们快速沟通 好了 这就是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 我们还会在讲他的应用 他真的很棒 自动分析 值得你 来这样子思考 我画完第一张很简单的图 我就可以开始做自动分析了 你说他棒不棒 我认为他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工具 这个自动分析 我目前只有在Power BI里面看到 Hyperial没有 所以真的请你们 好好的去玩一玩 来 请你们去看一下自动分析 这套软体 这套软体的字形 全部都是英文字形 所以 字形没有办法去做 那个中文字形的修改 好 这套软体 这套软体 再来我们是不是就看 多期间的向下探索 多期间向下探索 我们看到了什么 对 我们应该看到了 所谓的 就是说 呃 在这里 多期间 多期间 第一句表现不好 然后 再接下来 七月 七月 是一个 值得我们来去观察的现象 再来 我们在 连续期间向下探索 我们又看到了些什么 好 我们看到了周期性 周期性 好 我想 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给各位 30秒时间来去动手做一下 我们接下来 要进入到这个主题 占比例 占比例分析 通常哦 通常哦 通常我们以 产品类别来去看好了 就是我们想要知道说 呃 主要的产品啊 它有没有 随着就是 年度不同 然后有变来变去 举例来说好了 公司最主要的明星产品 是不是不可能在那边变来变去 那如果变来变去 一下卖的好 一下卖的不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 检查 检查 但占比例分析 它其实就是 把那个公司最主要的 类别来去看 它在各年间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现在哦 来去画占比例分析 这张图 怎么画占比例分析呢 首先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还是从头到尾画一次给各位观看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一 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二 请点选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群组直条图 因为我要去画的是什么 各类产品 各类别产品的利润 好 所以第三 我就要勾 类别 为什么我们先谈类别 因为类别只有三种类别 好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第四 就勾 利润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看到这绝对是一个加轴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等一下 又要再花时间来去 做这些格式的修改 对不对 X轴的格式 在这里 去修改 好 所以我要教你们 另外一招 另外一招 所以我就先把 这张图 delete掉了 好 我尽量不用快速键 所以我才会用这个 点点点 你们直接点一下 delete就省掉 好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移除 好 请把这张 左边这张图呢 复制 复制快速键 就是Ctrl加C 那在这边 我点一下 复制 接下来 这边空白地方点一下 贴上 然后请把它翻到右边 请问 请问右边这张图跟左边这张图 我右边这张图是不是要画 各类 各类 产品 各产品 类别的利润统计 所以 利润没变嘛 我变得只有这个 轴 这个轴 这个我们先把它回复到最原始 好 那 这个的轴是什么呢 这个轴当然就是我们的类别 好 所以呢 这边 轴现在看到是订单日期了 请把它怎么 你先不要删掉 千万不要在这边删掉 我们先把类别搬过来 把类别 就是你不是打勾勾 而是把这个类别 类别 按住类或者是别 都可以按住它 拖曳到这个轴里面 这个时候 再请把订单日期拿掉 你看 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省了做一些格式的设定 有X轴 有Y轴 还有什么 资料标签 好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想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有时候我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呢 我想要知道说 他们的一个比例 用比例来去做分析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当然 这个值 这个值 资料标签这个值啊 我们 我们这个值呢 这边有一个往 利润 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请点它 这边是有将值显示为 本来是没有任何计算 就是只把它加总呈现出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点选 总计百分比 这个总计百分比呢 我们真的不适合 这样来去呈现 最好是由高排到低 因为 其实老板 比较关心的是 排在最左边 就是明星产品或主力产品 所以请把这个百分比由高排到低 在哪里可以做到由高排到低 好 请注意一下 我比较不喜欢 亲门到这里面去找 其实排序就在什么 右边这个点点点 因为我是针对这张 视觉效果来去做 所谓的 所谓的什么 那个 排列顺序的调整 所以 点选这个点点点 有看到排序依据 请选利润等 GT百分比 GT就是总计 Grant Total 然后接下来呢 他这边是不是告诉我们 办公用品这些 最主要的一个 类别产品 可是其实技术也蛮高的 可是至少 我们知道说 这四年来 我们的那个 表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就是 办公用品最高 接下来是技术 再过来是家具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占比例分析 我们设定好之后 可是 你要会懂得应用 怎么应用呢 首先我们来去看 记住哦 他是办公用品在最前面 然后接下来 是技术 再过来是家具 这样子一个方式而去呈现 好 我们来看 2013年 2013年呢 他跟 就是 公司整体 2013年 办公用品 还有技术 以及家具 他一样是由高排到低 他的 他的一个 整体性的表现 他这一年的表现 跟整体的表现 其实是一致的 这代表说 政策上面 应该没有出现 很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2014年 2014年 这个 深的颜色 就是代表2014年 他的一个当年度 产品类别的表现 这边是不是可以发现 这个浅的颜色 就是平均表现 那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两个颠倒了 所以 2014年 谁 哪一个类别 他做的不好 答案是 技术 这重不重要 这当然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说 技术这边 为什么 他 那个表现 不好 如果他表现 更好一点 例如说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 全部都成长 也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一个 会往上提升 好 2014年是 技术表现不好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理论上 当我们发现 2014年 年底的时候 我们知道 技术这边 可能在 那个 利润表现不好 这时候 我们会做 开会 检讨 提出策略 或者是 看是什么 类别产品 要不要去做 设计 变更 或者是 新功能 开发 或者是 那个 报废降低 等等 这些的一个 策略的拟定 你们说 对不对 当然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2015年 2015年 可以发现 哇 正因为 2014年 技术表现不好 所以 2015年 就 历经 涂滞 然后 把这个 把这个 就是 整个业绩 这样做起来 可是 2015年 发生了 什么事 单独用品 表现太糟糕了 刚刚在 2014年 它表现是 快40% 到了2015年 少了快 完整 9个百分比 各位可以想见 少了9个百分比 是什么意思吗 好 也就是说 假如说 公司的利润 是1000万 1000万 那9个 9个百分比的话 那也有 90 90万 好 那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请各位 稍微知道一下 好了 那 2015年 这边 年底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 办公用品 表现不好 那我们来看 2016年 是不是又跟什么 又跟原本的表现 很接近了 所以 这代表 什么意思呢 这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 2015年的 政策 我们是奏效的 讲到这边 对于 占比例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动态的 一个 一个 年度啊 跟 那个 类别产品之间的 一个 差异 我想 我想 在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理解 我现在所做 占比例分析 是在做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针对 每一个 年度 发生了 什么问题 然后来去做 调整 好 这是一件 很重要 很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请你们 千万一定要懂哦 2014年重点在技术 2015年重点在办公用题 好 2013跟2016年政策上 都没有什么很大需要再做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那 千万去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刚刚我介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联动分析 联动分析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 我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下一个主题啊 就是 卡方解定